望线,重生之愿天游人,第四集,乖,在这里不要动,等我,扭头对好整以侠的温情说,我们出去说,屋里只剩下蓝望鸡和温宁两人,温宁踢踢踢踢,走到小炉子旁开始煎药,蓝望鸡不自在地动了动,温宁要是不说话,她也不知道怎么主动和人打交道, 只将袖子里的手往里面藏了藏,捏了个绝,偷偷运转心法,闭眼修炼起来,屋外气氛倒是不错,温宁听完为无限的描述,很爽快地答应,没问题,能解,你要是着急,今天晚上就能拔除,为无限心里一块石头落地,果然还是温宁靠谱,这东西也算是从温家流出来的,温宁解释道, 当初我父亲研制出来是想要救人,用来替换受损的脏器,一人头部重伤,眼看活不成了,但内脏完好,另一个,脏器衰竭垂死,这西域冰残可以使二人气血相通,浑然一体,可惜最后因为时间太短,没能成功,但是这个法子的确可行,之后温竹流判出师门,连同冰残一起下落不明,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,蓝公子身上的,应该是他根据冰残特性做出来的残次品,还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,魏无限从听到替换这类字眼,就忍不住握紧了拳头,怪不得,怪不得蓝湛自此销声匿迹,反倒是蓝西沉出了头,自己竟然毫无所觉, 其实是魏无限过于苛责了,上辈子他们并没有交集,蓝家此事又做得极为隐秘,若不是聂明觉撞见了蓝旺基,恐怕连秘境之行都没有,就悄无声息地做了蓝西沉的养料, 默默无闻地死在角落里,正是因为见过了外面的风景,在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,蓝旺基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废了的情况下,凭借漏成筛子的经脉,重新引气入体, 甚至有机会跑出了姑苏,因为后山无人问津,蓝西沉又默认他已经死在境市,直到一个月后,蓝家才发现人不见了,正好,仙都在百凤山举办围猎,发现了踪迹的蓝旺基无路可退,被逼到悬崖边,原本一辈子也不会有交集的仙都魏无限,惊鸿一瞥,两个人命运交叠, 此时的魏无限还不知道这些,他只是为蓝旺基不平,越是深入了解,越是爱恋,哪怕类似于被囚禁了十几年,哪怕遍体鳞伤,依旧对世界温柔以待,这样的人,怎么会舍得伤他,还是所谓的至亲? 温情看位无限愤慨万分的样子,比自己受了责难还要一份填膺,勾了勾唇脚,走吧,既然有我那位小师叔的下落,顺便清理门户了,温情所料不差,据蓝旺基所说,蓝西沉身边有一位赵先生,正是帮他调理身体的医师,形容品貌和温情所说的温竹流如出一辙, 好像也曾听蓝旺基人说过,那人似乎就叫赵竹流,都能对上,那就是他没错了,魏无限并没瞒着他的意思,将自己的猜想和盘拖出,不必说蓝旺基再次受到了打击,等温情将那四处游走的蛊虫从他体内取出,散发着黑气又不断蠕动,看上去恶心的不行,蓝旺基也不得不信,自己这么多年, 敬佩爱众的兄长父亲,真的对自己没有感情,想到蓝旺人因切叮嘱自己修炼,想到一月一次的疏通经脉,想到那源源不断送往蓝西沉房里的奇珍异宝,蓝旺基心弦一动,呕出一口黑血,昏死过去,惊得魏无限连忙拽着温情把脉,温情将那团东西照好,又细细摸了一把脉,好事,毕竟在身体里那么久, 总有些不好的影响,淤血吐出来就没事了,再开几服药痒痒,魏无限这才松了口气,发现自己后背都汗湿了,之前就眼眨也不眨地盯着温情放血,比蓝旺基这个当事人还紧张,现在也算告一段落了,他擦干净蓝旺基唇边的污血, 手指却恋恋不舍地妈撒,只将那泛白的唇瓣染上了一抹烟红,又浮了抚昏迷中依旧促起的眉头,你该笑着,永远无忧无虑才好,姑苏,云深不知处,正在蓝氏谈话的赵竹流,脸色一白,捂住胸口吐了一口血,麻烦了,蓝西沉似有所感, 放下棋子,是蓝旺基吗?赵竹流压下反噬,吞了一把丹药,恢复了血色,有高人相助,破了我的骨,蓝西沉一直胸有成竹的表情绷不住了,师太道,怎么会,若是连赵竹流都治不住蓝旺基,那金丹还怎么换?从上次起,蓝旺基就隐隐脱离了掌控,这次更是骨都解了,难道自己就要脱离了? 拖着这残破的身子,修仙无门吗?不,不可能,蓝西沉清俊的面容争鸣一片,我是主角,怎么可能落到这个地步,蓝旺基,你这个炮灰,不好好当我的垫脚石,居然还想脱离掌控,该死,以为这样就没办法了吗?给我等着,温情不愧是一毒圣手,不仅帮蓝旺基驱毒,顺手帮他调理了身体, 体内的暗伤拔除,尘科进退,短短几天,蓝旺基一举突破金丹期,气色也越发好了,面若桃花,星谋璀璨,看上去就是哪家枝蓝玉树的少年狼,意气风发,夺人心魄,蓝旺基体会到了油然而生的轻松,体内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, 连灵气循环都比之前快了不少,本来就是罕见的天赋,这下更是如鱼得水,在顺利结单之前,还窜高了几公分,一旦步入金丹期,修饰样貌体型都不会再有变化,除非非生时再次断体,这下可好,原本未无限能把人揽在怀里揉揉捏捏 现在成了被环抱的一个,浑身不自在,最重要的是,蓝旺基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一世出狱就是一张白纸的状态,懵懵懂懂,只凭蓝氏施家的规则为准,可以说养得不食人间烟火,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历练,为无限他们努力将歪了的思想掰正,温情这里也有不少书籍,成效显著, 可以说,读书明智,再加上蓝旺基,本身就对蓝氏起了疑问,整个人宛如脱胎换骨,最起码,如今的蓝旺基,不会再像之前一样被魏无限轻易拐走了,沐溪山,魏无限百般不情愿,带着人来找玄武洞,还想着再磨蹭一段时间,盖因蓝旺基坦白,要屠戮玄武的那单回蓝家,和蓝旗人对峙, 为这么多年的冷带求一个公道,魏无限这才勉强答应了,蓝旺基见他一路上都兴致缺缺缺地捧着脸,连说笑也没有,悄悄勾住了他的小指,轻轻晃了晃,自从蓝旺基从温情那里知道,魏无限比他还小一岁,再不肯叫哥哥了, 这次难得放低了姿态哄他,魏哥哥,看看我吗,魏无限面色依旧紧绷,看上去还是不高兴的样子,头都没回,别撒娇,蓝旺基早非无下阿蒙,可不会被他骗到,明明嘴角都快压不住了,蓝旺基思条漫里地拖长了声音,哦,做事就要松手,魏无限明明嘴硬, 手却诚实地变作食指向扣,握得没有一丝缝隙,败给你了,也许是连玄武都受不了这扑面而来的狗粮,原本老老实实待在水底的妖兽抱起喷火,被避尘一剑劈开,高了一个大境界,蓝旺基的剑气更加冰霜四溢,魏无限退到一边,说好的给蓝旺基练手,他修为足够,但是实战不足, 这正是个好机会,这玄武之所以在修仙界赫赫有名,主要是因为行踪鬼逆,又喜生食活人村庄,在修士闻训赶来时潜入水里,河流四通八达,又有神兽天赋隐蔽技能,一众大能竟拿他没有办法,才叫他逍遥至今,如今直接杀到老巢,已经算是成功一半了,再加上蓝旺基的兵属性, 正刻屠户玄武的活属性,这一战,肯定比上辈子魏无限误打误撞进了洞要墙,果不其然,蓝旺基基战了近百个回合,一剑捅穿了玄武的命脉,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,激起尘土飞扬,魏无限剑他能应付,就没上前帮忙,结束了,可把他心疼坏了, 虽说蓝旺基只受了点轻伤,这样的战绩在外面也是首屈一指了,魏无限眼里却只有染血的白衣,恨不能以身相替,你说说,死活不让我帮忙,结果呢? 疼不疼啊,其实伤口并不深,只是血淋淋地看着严重罢了,蓝旺基看魏无限比自己还紧张的样子,开口安慰道,没事,还没有犯戒疼,话音刚落,魏无限的脸彻底黑了,蓝旺基心里咯噔一下,好像说错话了,自己身上的伤疤,魏无限表现得过分在意了,所以他在被询问时含糊其词,刻意模糊了。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,蓝旺基心里也并不愿意将这些袒露人钱,特别是让魏无限知道,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坚持,就是不想他知道。 魏无限隐隐约约猜到一点,蓝旺基不愿意说,他也没有逼问揭开伤疤的意思,不过又悄悄给蓝家记了一笔,怎么说,他也是卫士的少主,且家主云游的情况下。 整个家族实际上都听他号令,派遣几个精英去查一下姑苏兰氏这个二流仙门,绰绰有余。 按时间算,他们也该回来复命了,蓝旺基还在想着怎么遮掩过去。 魏无限俯下身对着清理好的伤口吹了一下,呼呼痛痛飞走了,痛也可以说出来的。 魏哥哥陪你,蓝旺基觉得胸口像是塞了一团巨大的棉花,嗓子几乎发不出声音。 好半天才艰难地发问,我可以吗? 魏无限小心地挪了一点,怕压到伤口。 爱怜地在他眼角亲了亲,痛就要说出来,况且以后有我,以后不会让你受伤了。 蓝旺基小小的乌叶一声,慢慢地蜷缩成一团,本来已经治愈的鞭痕,刀伤,穿刺。 仿佛同时崩裂,回到了刚刚受伤的状态,明明温情说已经好了,连内伤都没了。 为什么还这么痛啊? 这儿不是故意的,放血真的很疼,不想。 魏无限听不清楚他在嘟囔什么,再次把人抱在怀里,不停地安抚他的情绪,不怕,乖乖。 陪着你呢,是我来晚了,好像这样,就能走过那荒无贫瘠的十三年,拥住那个小小的,遍体鳞伤的孩子,将那些恶意、阴谋、伤害,通通驱逐,要是我们能,再早一点遇见,就好了。 要是我能在受伤害之前找到你,就好了,看着恨不能黏在一起的两个人。 温情觉得很伤眼,敷衍地挥了挥手,好了,之后就用不上我了。 蓝忘机端端正正地行了一礼,温情对他算是再造之恩了,这段时间承蒙照顾。 以后有机会,定当涌拳相报,魏无羡则奉送了一个大大的笑脸,灿烂的不像话。 看得温情寒毛直竖,有话快说,怪甚人的,魏无羡毫不客气地拢了一堆瓶瓶罐罐。 都是温情的珍藏,只把人气地跳脚,两人讨价还价一番,最终还是让他带走了不少好东西。 看着两人的身影渐行渐远,温情摇摇头,失笑,臭小子,可算是灾了。 虽说是要往姑苏的方向去,实际上一路上并不太平,蓝忘机不认识路。 魏无羡带他走着走着,总能碰见不平,不是妖兽害人,就是天灾人祸,不得不停下来救人。 渐渐地也打出来名声,特别是屠戮玄武被斩于剑下的消息一出。 蓝忘机的名号更是传得飞快,蓝忘机对此心知肚明。 但是并不清楚魏无羡为什么要这样做,他只是听话的指拿打啊,总归不会害他就是了。 魏无羡并不是突发奇想,去蓝家调查的人回来了。 这些事情并不难查,过去了十几年而已,修真无岁月,闭个关可能就十几年,自己提升修为还不够,也没有谁会多于打探别人的家事。 甚至于蓝家掩饰的手段并不高明,只是无人在意而已,据查探的人回禀。 蓝家有一秘宝乾坤镜,可预照吉凶祸福,这是已经飞升的祖宗留下的。 蓝氏上下对此深信不疑,而十六年前,蓝氏家主夫人十年生产之际,乾坤镜给出的预言。 双子煞星出世,蓝家必定覆灭,唯有福星可化解此劫,这批命当时闹得人心惶惶。 也不知蓝启人怎么判定的,一口咬定蓝旺鸡就是那个灾心祸害,当场就要掐死。 被蓝夫人保下,可惜也只护了三年,因为忧思过度,又违抗了蓝启人的命令被冷带。 最终香消玉云,原本蓝启人还要继续下手,而蓝锡尘则是生而早会,却体弱多病不能修炼。 蓝旺鸡却是难得一见的悬阴之体,甚至灵根有变异的倾向。 又恰逢化明赵竹流的鬼衣给出了法子,可以移植灵根,但是需要试验,权衡之下。 懵懂无知的蓝旺鸡被关在后山不得外出,蓝锡尘成为了众星捧月的蓝氏少主。